台船金融廠支付会代表将一盒和中秋礼盒送到每位同仁手中 这已经是台船方面连续第13年支持金融创世意卖的秋节公益礼盒 除了为了感谢同仁辛劳外 更希望抛转引玉 号召大家一起来协助创世照顾植物人 中秋节每年我们都已经跟创世配合了非常久 已经十几年了 那台船福利会 金融厂福利会这里也是一样 那秉着社会企业的责任 不管疫情是怎么样 是什么样的要改变的生活 但是热心的公益 公益的活动还是要继续的来做 这一点是不外乎的 那所以说跟创世已经配合了 差不多应该是13年了 那所以说这一项是希望说 而后还是一样继续的延伸的 一直在做这一项的公益活动 金融创世方面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募款金额减少一半以上 因此对于台船的爱心 金融创世方面更加感谢 因为这样疫情的关系 其实 因为变成说社会经济不景气 那其实又造成很多人 其实他可能必须 他可能失业 那其实对我们创世来说 其实应该减少的有五成 三到五成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的安养经费的部分 那非常感谢就是台船 林主委的部分这边 连续13年这样持续 就是帮我们的创世 基隆分院的植物人的安养 一直提供这样的经费 然后就是提供中秋的 今年是改成手工饼干这样子 然后就是持续 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持续就是 还是帮助我们这样子 非常感谢 金融创世目前供安养49位植物人 由于植物人常年照顾 需要所费不知 创世方面 以希望未来能有更多 契约民众响应台船 金融场的扇行易举 让植物人照顾之路 能持续不断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植物人家庭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